大家好我是inaki 首先我们要打的是就是四虚 他的羊甲 ok 四虚羊甲讲难听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机器龙啊 so 你机器龙的话呢 我这次选择用的是解塔 那原因很简单 因为我只有解塔有他的 那个8号武器嘛 那他攻击力来讲的话也会比较 可以看了 我勉强说可以见人的 不然讲很高 但跟那些网上的大佬一起打的话 那基本上应该还是可以的 那首先是如果你跟我一样 是属于把大部分的资源 都集中培养一两个人的话 那你可能我觉得说 你要靠单体打赢他是蛮难的 我建议他还是一样 就是上网找队友 因为大家拿出来的角色 一定是他们最熟练的 同时也是最强的 因为他本身这只王 他也有一些小机制啦 就是说你如果懂 其实可以省时间 那目前我上网打到最快的一场 大概是2分钟 20秒左右啊 然后他基本上是连那个大招 都没有开出来就死了 ok 那蛮夸张的 然后如果是平时的话 那通常应该是在4分钟 3到4分钟左右吧 ok 有些可能会到5分钟 如果说火力不是很够的话 那可能会到5分钟 ok so 首先呢 用解塔打他的好处和坏处是什么 那第一个就是好处 就是他的 呃 我们的飞跳跃攻击的时候呢 他基本上他的大部分的招式 是打不到我们的 ok 然后呢 这个呃 火这边呢 其实我是应该用回避去闪 ok 没有回避准 然后那个 防卫呢 基本上是挡不下这一下的哦 so 记得大家还是安全起见的话 你可以选择跳 ok 那或者说像用解塔的话 你可以选择去试开去插他吧 他的尾巴 你会很痛 ok 如果你撞到他尾巴里面很痛 这边大家可以自己去拳横 然后尽量你的突刺剂呢 就扣着 因为这个怪其实还蛮常挽跑的 那你就把你的那个突刺剂可以扣着 然后lock on的话 尽量lock on到他的身体 或者他的手甲 那个脚比较好 不要lock on他的手 因为手跟尾巴这两个是最尴尬的 你每一次插他的时候都会很有可能 你会插歪掉 然后你的那个连段就断在那里了 就很白痴 ok 那我也知道很白痴 那如果你也觉得的话 麻烦大家跟官方讲一下 我希望官方可以修改一下 一些截塔的一些比较白痴的机制哦 尤其是打王的时候是不是就 可以有一些比较 人性化的一些设置了 我不敢说要到很牛逼 还是什么 可是你最起码给我一点 比较稍微人性化的设置 因为这是打起来很便秘 因为本来的话 每次就是会不小心 ok target 到他的那个翻牛 或者或者你叫beats ok whatever 就是那个浮游物哦 你就很烦 然后你会莫名其妙 然后就去到不同的地方去了 ok 像这边我插他插不到 因为我距离远的同时 因为我打给他的是他的脚 ok 然后奥伊的时候有点爆 哈哈 那个奥伊根的脸保不出来 ok 幸运没有freeze 什么 就我们进那个第一个的 夫妻 chance 然后这边我来不及开招 然后是队友开先吗 我没有队错的话 对其实原本应该是我先开 然后我再之后再开那个麻痹 哦原本是这样 后来想一下 哎其实没有关系 因为还好是队友先开 我有时间想 我才发现到 队友要break了 所以我可以等他在break要玩的时候 才开麻痹其实会更好 ok 其实就麻痹这招在 大家讲的话 其实是非常的好用 的同时呢 风险很大 因为很慢 ok 所以我那时候在想着 这个插完了下去就开麻痹 ok 结果我没有想到哎呃 麻痹开的时候 他刚好跳走 最后一下没打到 ok 这就这麻痹最大问题 因为他那个整个动作 实在太长了 他大概需要花1.5秒的时间 来把这个动作打完了 真的就一个 动作游戏来讲 我觉得就要被添酒了啊 然后这个机制的话呢 这个解塔 我觉得 射塔比较不不太方便的一关 就是我们打完过 我们会自然浮空 然后你会中空中的那些 翻溜的雷射非常烦 然后这里的小技巧 是记得解锁你的视线 不要锁定任何人 然后 看那个 银色光波来的时候 就想办法跳 或者是回避掉 跳的话就尽量是往里面跳 因为你上面通常会有那个白光哦 你不要误过这小五星 被 被那个白光刺到哦 就无妄之灾了哦 然后这个记得回避掉 不要像我那样白痴 然后 这里的时候是走不进去的哦 你走进那个光是自杀 所以要的话你可以开一下那个 远程攻击把上面的翻溜打掉 然后你 不需要一直跳来跳去 还没有这样烦 然后 顾方啊 这个时候呢 其实是不应该打 因为如果探刀很可能会死 对 所以我后来也运气好了 就是格挡还顶得下 那我这里的格挡呢 是没有加防御性能的 如果我这边顶得下的话呢 你那边应该也顶得下的哦 然后一样冲刺剂没有保留 比如说现在就卡在这里没有冲刺剂 ok 然后你有药水的那个 效果的话呢 你这边的药水绝对是够用的 那也给大家一个小技巧 就是你的复活药 尽量不要在那种没有关系的时候用 那如果是没有关系的时候 你就用戳的 把它戳复活 像这种是已经他link time 了 所以说我直接灌复活药 进去link time 里面 然后一样那个白痴的设定 so 因为我的那个lock 1是尾巴 然后他插歪了 ok 所以没有插到不然的话 其实就是我们无限插的那个欢乐时光哦 然后这边我是想要开麻痹的 所以我是选择插下来 可是后来下来了之后 我没有没有 选择麻痹 我没有按到麻痹 我说然后呢 又很惯性的在那边开始戳他 这是一个非常呃不好的习惯 然后这边呃 一样继续插 然后你插的时候 大部分的normal 攻击是可以闪的掉的 我刚才没有开麻痹 所以现在想要冲屁中间开麻痹来不及了 他又开这个麻烦的招 ok 然后我们又这边就注定给他再拖 多一个30秒到40秒的时间 啊 因为你可以往好处想当作就给你的手休息一下 所以手不会那么累 ok 一样是 呃 想办法大家各自解决各自的球 然后记得把lock 1关掉 然后 呃 小炮他打你其实不是很痛 你只要注意那个白光 其实其他的是还好 ok 啊 如果你可以 拖到一个无敌的话 你就可以不用 你就可以无视第二个白光 然后这里没有解决到那个 两个的转换哦 所以这边就必须要挨多一炮 ok吧 还好 这个就看到红色就闪 然后 看到上面有光度就闪 看到地上亮就闪 然后 呃 还可以 接受吧 所以你只要有回避性能 这个基本不难过 然后这边一样就是有办法 parry parry 没有办法parry的话 就只要顶个防卫 是抗得下的 所以我不用太在意 然后这边一样 原本是要开那个麻痹的 结果 又是一样打 动作一半被 浮游炮打中哦 然后就 无计 无计而终了 了 但是 ok 然后这边进一个副圈角之后呢 break 他应该是没有希望哦 你们可以看得到 这边就是应该是没有希望 所以是先 想办法凑多几次攻击 然后进 那个 chance ok 进钱chance 多一个副圈 啊 不知道打不打得到他break 啦 如果打得到他break的话 那基本上应该就可以准备 提前收工了 ok 如果不break的话 剩一点点剩一点点 可以干break他 ok 好 这样应该就可以直接一路 打到link 然后这里就是典型的 ok 啊 unlock on 就lock on 到那个翻牛 然后你的人就直接 牛就飞出去 好像智障这样对 就我是我是那个很像智障 可能不用不用大家讲 我知道 然后这边一样 ok 努力的插他插包 就可以了 那link time 的时候是 可以无限插 也可以选择插穿下之后 就直接 接三角形下来也可以 ok 就是伤害来讲的话 我觉得就dbs 来讲 我在link time 的时候 没有差很多了 ok 不然的话你下地上 还要重新插起 就其实是挺麻烦的 ok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那我们有机会下次再见